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在脸书上的朋友 微信的朋友和YouTube的朋友 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今天在今日世界这个节目里 我们要讨论的几个主要的问题 当然要从最热门的 也就是头条新闻来谈 我想这个问题大家也许知道 我们要谈的是什么 那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战 那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十多天 那么现在呢 也就在这一两天当中呢 可能以色列就会采取了 弃入哈马斯的这个领域的战争 那么这场战争 现在已经引起了 所谓的阿拉伯国家 和全世界各地的一个 非常严肃的反应 那就是他们认为 在这个哈马斯这个医院 被炸的事件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有人说也就是美国的媒体 美国的各个媒体 一致在说 这个炸到这个医院的 这个炸弹也好 导弹也好 飞弹也好 那不是以色列人做的 而是那些人 在这个哈马斯下面的一个 小的西津派组织 在那做的 那么他们由于 他们的这个炸弹也好 导弹也好 飞弹也好 设计的不好 所以误炸了这个医院 导致非常危险的情况 那么这件事情呢 美国媒体一致说 这不是以色列炸的 拜登总统在昨天 到以色列去 也特别告诉 以色列的总理 纳塔尔纳胡 说告诉他说 那个我们知道 那个导弹呢 那个炸弹呢 不是你们炸的 那个医院不是你们炸的 是别人炸的 那么当然 今天晚上 拜登总统 将在白宫的 椭圆形办公室 向美国和全世界 发表一个重要的谈话 那么在这个谈话里 我现在 已经 心中有 他的这个演讲稿 他的演讲稿 可能说的就是 这件事情的发生 医院的被诈 完全跟以色列没关 这都是哈马斯下面的一个基金派造成的 同时 他也会告诉 哈马斯 或世界各地 各国领导人 他可能会说 你们要记得 这场战争的发生 完全都是 哈马斯 一手造成的 美国是站在 耶路撒冷 也就是 以色列这一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 拜登总统说 你不会孤独的 我们跟你在一起 也就是跟以色列在一起 同时也会说 你记得 我们 有两个航母战斗群 最先进的 也就是 福特航母 最新的航母 还有一个就是 艾森豪威尔航母 这两台航母已经 在地中海 接近了 靠近 以色列的边界 也靠近 哈马斯的这个地段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有 两千名 海军陆战队 也正在准备 要 进入战场 如果 战争扩大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就是拜登 可能在今天的演讲 所发表的谈话当中 所要谈到的 当然 这是 站在美国的立场 这是美国和 以色列 多年的友情 而且今天 以色列 能有今天 也是在美国撑腰之下 才会有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这就是拜登总统 今天 向全世界 向美国国民 甚至于向 哈马斯 以色列 所发表的 重要演讲 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 在美国 美国的新闻界 娱乐界 金融界 以及各行各业 那么犹太人 占了很大的比重 犹太人 可以左右 美国的经济发展 可以左右 美国的政治选举 也可以左右 股票市场的 高低不平 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拜登总统 如果想再竞选 2024年的总统 大选的话 那么 拜登总统呢 可能就需要 这些犹太人的帮助 才会有 美好的今天 不然的话 他会面临 很大的压力 就是 美国一般人 对拜登总统 目前所遭遇的 情形的看法 有很多媒体 也曾经表示 可能 这就是拜登总统 必要说的话 也就是 今天晚上 八点钟 向世界各地 发表的谈话 那么我们现在 再看看 在其他的方面 有什么新的发展 到现在为止 以色列 以色列还没有 推动他的部队 进入 哈马斯的 北面 那也就是说 这场战争 可能要在 拜登总统 发表谈话之后 才能够 开始 进攻 进入 那个地区 我们再看看 第二件 最近在世界上 发生的大事 那就是在东方 中国一带一路的年会 第三届年会 那么 在北京 开始举行 刚刚结束 参加的国家呢 有正式的国家 和被邀请的 一些地区 一共是 有一百五十一个 那么 当然 俄罗斯的总统 普丁 也来到这里 参加这个 盛会 当然 一带一路 在开始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现在 一带一路 已经上了轨道 推展的 非常的快 尤其是 很多 没有来到这里 参加一带一路的 这些 国家呢 新的国家 陆续的增加 而且增加的人数 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像智利 智利这个国家呢 他的总统 可以说是 好像 游玩一样的 来到了 美国 中国 那么 他到了中国之后 他也玩了长城 也看了 很多中国的古迹 也试了 谈谈 中国的 乐器 那么 他 这个年轻人 年轻的领导人 他能够很快的 就进入情况 而且智利 这次和中国 签署了很多 关于一带一路的项目 这都是非常 罕见的 另外 你比较像越南 柬埔寨 像这些 东南亚的国家 几乎 都来到这里 参加这个盛会 这次盛会 可以说是 一带一路 十年来 非常有成就的 一个盛会 当然 俄罗斯 总统普京 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 也举行了 多次的重要会议 至于会议 详细的情形 讨论些什么问题 外界并不知道 也 很想了解 第三个 再要谈的问题是 这一次 即将在十一月份 也就是下个月份 在旧金山所举行的 APAC会议 这个会议呢 这次 在旧金山举行 拜登总统 希望 在这个会议上 能够 和习近平坐下来 谈一谈 谈一谈 目前的情况 谈一谈 如何解决 两国之间的问题 纠纷 到现在为止 白宫并没有证实 有这样一个 会议 可以举行 中国方面呢 也没有表态 并没有证实 这项会谈 是否能够在 旧金山举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